我叫高世华 我叫南尚人 我今年六十四 我今年六十七 从黑龙江过来的 这对朴实的老夫妻已过花家之年 年轻时 他们俩在平凡的生活中相互照顾 过得十分幸福甜蜜 然而就在三十年前 突如其来的噩耗 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他们心心念念要找的人 到底是谁 又是怎样的信念 让他们互相跟随着 走了三十年 有请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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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二位这边请 大伙好 舒总好 您好 来 您先跟大伙打个招呼 大伙在那边呢 跟他们问问好 大伙好 欢迎您 来 请坐 请坐 好 不着急啊 二位先跟我们介绍介绍你们 从哪来 我们被轰将来 我们来就为了找我们大闺女 来找大闺女来的 我们大闺女叫兰村利 我们的邻居 邻居 邻居 邻居叫王全 他给我们拉走的 他把大闺女拉走的 他给她拉走了 拉走的三人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哎呦 我们找的三人多年 也没找到 您跟我们讲讲 您什么时候认识 什么时候结婚的 都是东北人不 都是东北的 我那这我二十一 他二十四 我们俩人是也接受着 介绍认识的 嗯 接受认识的 我们俩离到二十多里地 二十五里地吧 他来到我们家 我看这效果挺好的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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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了吗 结婚了 嗯 结婚了 完了 王俩旅行结的婚 旅行结的婚 嗯 您哪年结的婚啊 哪年结婚我都不知道 旅行结的婚 那时候实行旅行结婚吗 现在人说实行旅行结婚 呦 没事 您盘上挺好的 在东北家里 咱就这么盘着 对不对 嗯 看着这么坐着 没事 可以不可以 大家说 谢谢大伙子 怎么舒服 您就怎么坐 咱就聊 咱就唠 是吧 咱就唠嗑 拜托鞋 鞋咱就拜托了 拜托鞋 台上吧 没事 我问问您 现在才叫旅行结婚 很多年轻人说出去 我们不办婚礼了 上个什么海岛啊 远处旅行玩一圈 您那时候这么时髦 您去哪旅行结婚了 我们呢 我们就是上公社 走到巴里地 完了 那我们俩就在公社里 还算一圈 回来 我们俩就结婚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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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那跟我这家穷啊 嗯 没钱呢 嗯 没人 你说伴着 搁啥伴着啊 等于就是巴里地上公社 溜达了一圈 就旅行结婚 也行 挺好听 我觉得挺好 等完结完了 回来不就结结婚吗 是我结婚第二年 有我们的大姑娘 蓝春丽 去完了就 就有我们的老姑娘了 我大姑娘六岁那年 往就上刷海山 跟刷海山的话 租个小房 是搬到那儿去住了 嗯 我们搬到那儿去住的 干嘛搬到那儿去了 往个人说 干活 跟煤矿干活啊 哦 是煤矿 煤矿干活 跟煤矿干活 那时候大姑娘 二姑娘都多大岁数啊 那时候大姑娘 九岁 九岁年丢的 嗯 我们二姑娘 七岁 七岁 嗯 王权是您家邻居是吗 我们家邻居 邻居 也跟您家老头 一块上班 在煤矿 嗯 都认识 我们住东西屋 哦 我呢 他回来 他也不买粮 他也不买啥 就给我那屋吃 嗯 给我那屋 反正吃着我去 穿着我去 盖背还是我去 我就那么攻他 完了 他归心我了 他坏我一把 和孩子给我领走了 他怎么给孩子 给领走的呀 这些孩子 四五个孩子 给外头玩 他订个小爬的 嗯 完了 他也没给屋 那东西屋 他开不开门 我也知道 嗯 我老姑娘也给外头 我老姑娘说 王叔我怪迷糊的 他说你迷糊 你进屋吃点药 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我来求你来 嗯 这话说完了 完了 王老姑娘进屋了 嗯 进屋了 这个爬的 订不完了 完了 就拉我们的大姑娘走 拉我们的兰兔里走 他就把大姑娘 放在爬里上拉走啊 拉走就完了 这几个孩子就进屋了 说大娘啊 我说干啥 小弟一样往全拉走了 我说拉上哪儿去了 他说拉上哪儿玩去了 您当时还没当回事 我当时我还没当回事 完了 完了黑天也没回来 完了他回来了 我说 我说那往全啊 不给咱们小弟拉哪儿去了 他说不拉 不上哪儿玩去了 完了这不就撂去了吗 这这花 都没当回事 嗯 新行程给拉走 没新行程给拉走 没新行程给拉走了 对他那么好 可能还还给拉走 以为就是去哪儿玩玩去 嗯 过不多久就回来了 嗯 结果过了多久才反应过来 回不来了 过了一天 一天零 一宿吧 过了一天一宿 嗯 都没回来 没回来 我这受不了了 这些 着急了 不是着急 我这脑子就受不了了 这啥也不知道了 也不是黑呀 不是黑 一天白一天了 这小弟都拽在我手啊 这都拽在我手 妈呀你回家吧 妈呀你回家吧 我说回啥家呀 还有家了吗 我问你大姐都没了 我还有家了吗 那时候我啥也不知道了 你说你穿不穿鞋都不知道了 你穿不穿衣都不知道 坐抗炎鞭 我就听着孩子说 给外头说 妈你给我开门呐 妈你给我开门呐 召唤两声 就没动静了 我说你爷 我说你赶快给孩子开门 你还回来了 你爷说 我咋没听着他喊呢 我说他喊了 喊两声 喊两声我都听着了 我说赶快给他开门 给孩子冻死了 你爷去开门哪有 没有孩子 往后给看一遍坐 我就下地了 下地我就让外走 你爷说你上哪去 我也不跟他俩支撑 上哪去 他说两声句 我没支撑 我就旅的道 就让东干 让东走 我俩就各个小金口找 我给到北找 完了找到头 完了到南的还有金口 我就各个小金口看 我就趴着快看 这不有他人有头灯吗 我就拿着头灯 我就趴着快看 有好我就跟那个好 拔了拔了 你得洗澡啊 完了也没有 您这个孕护的状态 有多少年才缓过来 那个我现在要有两个多月吧 孕了两个多月 我老姑娘也说 妈呀你白这样啊 你这样我大姐回来 你咋整啊 我说你大姐回来咋整 你大姐回来我就好了 你大姐不回来 我这病我就好不了了 那是病根 我说是死亡权 他不是给我领哪去了 要抓住这亡权 我就给他两刀 我给他就两结我都不解恨 恨死他了 我就恨他 这不给那刷牙刷那块 给没矿 干了二年 学没二年 也没学没着 也没学没着 没学没着啊 那这不后也遇不上呢 上菜 上哪儿去了 不许上菜说你 老头跟家里忽虑不少 老头来累那工去 下井往那剪没快 跟那剪没快下过井 往下井那工去吧 打仰放炮 打仰放炮 剪梅块我们给顶上剪 有大梅块我就搬上去了 我们这老头搬不动 我就体格不好 我得将近我这老头 大梅块我就搬上去了 搬上落着一落 腰齿 小梅块完了 跟他大梅块完了 整个园一圈 完了让这里搬 我们俩就跟着花干这活 换上剪梅块完了 学没孩子 跟着花干了二年 再学没二年 没学没着 就跟着花没学没着 又回来 回来上 上哪了 上华南 回来我们是上华南 华南又进口 我们又上进口 就王泉 旁一活他不能干 就下井活他能干 都去过哪些地方 一开始在刷山 刷山 长村 黑河 华南 华南 都有煤矿的地儿 有煤矿的地儿 反正能跑的都跑了 都没找着过 都没找着过 我那会员 给花南那块回来 往右上山东 上山东那块 说王泉山东那块 给山东住 他说给那块住 说是那儿 那时候人都不会 怎么话 他说他是那儿的人 但是也不知道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但是起码可能有点希望 就去了山东了 去山东到那儿找了 到的话就 没钱得找活干 倒是先找活干 干啥活呢 打护生 这不问马路吗 我给这边扫 他给那边扫 反正我这块扫完了 我就上他那边扫 我知道他体格不好啊 把累住他呀 要帮他干点 我帮他干 我干干活吧 我干学们孩子 我俩都学们呢 干了不早一年 嗯 那我就得病了 得病了 那个时候您多大岁数啊 五十五十一二五十吧 嗯 那口气 嗯 我因为我这孩子病倒的 这孩子要不丢他不能得 这个 送医院回去了 脑梗了 颈椎了 又是半身不随了 这病那病都有了 这脑梗是最危险的啊 是完了大伯不说吗 你这来着早啊 要来着晚了 老头就完了 腰带了 如果下去 我也我也不知咋地好了 我妈俩就回去了 到家完了 又打针 又给他吃一药 打一个多月 完了 老头起来了 起来 我妈呢 这还是不行 我说 哎呀 我说还得找啊 跟着快回来了 回来我妈就上 那个叫什么地方了 广东 我们就上广东去的 怎么又去广东了 那么远 广东不说卖孩子 要那块卖孩子啥的吗 然后我们就上这块 就打上去 那什么时候啊 哪年您去的广东 这时候话都五六年了 五六年了 我俩就找这孩子 完了找这孩子 没钱了 黑了给那 给那 桥栋啊 妈妈给桥栋 我堆一宿 哎呀 没地儿住上 桥栋那里住 嗯 完了 有旅店 住不起旅店 不舍得花这钱 没有钱呢 那真没有钱呢 嗯 住旅店 你不还得花钱吗 吃喝 你不还得花钱吗 完了 我们俩就给桥栋住了 住了 我们拿着 拿个行李 我给他扑上了 他躺着花躺着 我都守着他呀 嗯 走着他我就 四万走人 我就 我就看 我说 这王桥 我要给这花 要瞅着你吧啊 我就给你拽过来 瞅着我大姑娘 瞅着你 完了 瞅着我 也没瞅着他 然后两天了 然后 结果没有钱了 嗯 跟老姑娘打电话 老姑娘给 一九个两个钱 我们俩回去家 就就给那 各个团子找吧 还继续找 嗯 继续找 然后 网妈上大队 嗯 报队干嘛 就问网妈 你大姑娘找着了吗 说你要想找我 人给那个 我家那边打电话 然后他 打电话 哎呀 可以打电话 嗯 给栏木族打电话 给我们栏木族打电话 然后栏木族给我打电话 帮着一块找 嗯 是 就靠您夫妻俩老人找 这哪找去啊 这三十年 您有没有想过 说这个生活太困难了 我先不找孩子了 我先好好过过生活 想过这事没有 没想过 我们到哪吧 没有钱嘛 就跟那块 打两个月狗 你挣两个钱 手里有钱了 这钱找孩子 我们去找孩子 三十年间 他们始终没有放弃 寻找大女儿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他们已经干不动重活 身体也越来越差 但在两位老人的心里 始终惦记着 寻找大女儿 生命不息 找寻不止 无论女儿情况如何 都要接她回家 我大姑娘跟那家呢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只要磕个窜腿啊 你给我送回来 送到我跟下 我能看着她 我们来听听我们嘉宾们 我们看看有什么方法 能帮助这一对老夫妻 来 孟主任先说说 这个叔叔阿姨的经历啊 听得也挺让人心痛的 从他们的这个遭遇中啊 就能看出来 拐卖犯罪的这个危害性 作为家长呢 应该是做好 第一监护人的这个责任 要看顾好小孩 不要把孩子 随意托付给其他人 如果现在发生这种案件 肯定要第一时间 向警方报案 那么如果是多年前被拐的 还没有采集血样的 这些父母们呢 请你们马上 与公安机关联系 然后呢 免费录录我们的全国 打拐DNA数据库 好 谢谢孟主 给我们普及了很多事 我刚才听了 这一对夫妻 虽然是这么困难 都在 哪怕一点希望 都在重找女儿 这也是古肉情啊 我代表圆梦基金 先捐给你们三万块 如果你们今后有什么困难 继续找我们圆梦基金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刘梦基金 我们一起携手 好吗 来 来 我们往前走啊 慢一点 看看我们今天 给你们带来的 帮助的结果 来 抬头看 怎么帮你们找大女儿的 门上云夫妇你们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清远 你们在等着我 中媒体平台上发布的 希望寻找女儿的报名信息 我们已经收到了 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 女儿的名字是叫鸾春丽 她是1980年的6月2日出生的 在1990年的1月2日 被工友带走 另外女儿的右侧 大腿内侧有烧伤之后 留下的疤痕 那么根据以上线索 我们即将会为您联系 警方和志愿者 展开寻找 2018年 接到你们寻找 女儿的求助信息 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 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 进行帖子对比 随后志愿者发现了一条 1982年出生 1988年 一从黑龙江加木斯 被拐到山东锦林的寻寻帖 其中描述的情况 与您提供的线索高度一致 随后我们立即联系上 相关志愿者寻找发帖人 并知道他采取送件 在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 我们第一时间 将采集到的您的血样 进行检测 并将检测数据 录入大怪库 进行加急比对 那么这个疑似帖子当中的 发帖人 究竟会不会是 你们寻找多年的女儿呢 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 加油 等着我 请打开希望之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请走向希望之门 当妈的隔渠老远也不知道你 受气啊 是遭到相抚啊 是遭到罪啊 说啥都给大姑娘找过来 往来干啥呢 我说不来人给我大姑娘了 为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我大姑娘跟那边呢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说 持有磕膜串腿啊 你给我送回来 送到我 更想要我能看着她 我想要你rob enough 吗 王鸟 大姑娘 想要你帮好 叫让我脖子 带我乱 看看你 是一个肋肉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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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辣哥 你干啥了 我呀 少了你三人多点 你都老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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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少了你三人多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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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老了 我找你三人多点 妹都找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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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家女儿 看 看着爸爸过去坐一会儿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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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女儿拉着爸爸妈妈 我們坐下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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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缓缓啊 坐下 啊 阿姨缓缓啊 阿姨缓缓啊 我得跟你说啊 您不是想知道她这三日多年怎么样啊 沒事 让她缓缓啊 让妈妈缓缓 我们是在山东锦宁的梁山县 找到的您的大姑娘 您说的没错 她当年就是被那个叫王权的人给带走的 但是王权她当时没有把大女儿转卖 所以这么多年来 其实女儿一直跟王权生活在一起 这些年我过得也挺不容易的 她总说你爸妈妈不要我 把我给她抚养的 我也知道她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都是护了你这大姑娘啊 她现在跟哪呢 她现在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死了十一年了吧今年 我们问问啊 那个孟主任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 因为这个案子稍微有点奇怪 就是这个所谓的王权 他当年没有把孩子拐出去卖掉 而是作为养女来养大 这个属于拐卖犯罪 还是属于其他一种什么犯罪吗 给我们解读一下可以吗 如果王权把这个大女儿呢 转卖给别人呢 这种犯罪叫拐卖 那她没有转卖给别人自己收养呢 这叫做拐骗 拐骗 这两种都是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 明白了 好 谢谢孟主任 谢谢 大姑娘后来这些年一直在山东生活 对啊 什么时候结的婚 在2003年吧 2003年 我的大儿子今年都16岁了 16岁了 小儿子才2岁 想见见他们 他们来了 来了吗 来了在后面等着呢 我们掌声有请他们上来 快来快来 大碗苏 我帮你抱吧 我快给 看看这是谁 妈妈 妈妈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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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着 坐下 第一次见肯定跟姥姥老爷 肯定还不熟呢 这是谁呀 还扑着这个小眉头 老大知道这是谁 老娘 老娘是老的意思是吧 那个是谁 老爷 老爷 这老爷笑开了 这一场我没看他怎么笑 刚才笑开了 您这多好看呀 是不是 要往这姑上来 让谁上来 让姑爷上来 姑爷不上来了 您到后台去找他去吧 姑爷给您准备了 今天晚上的晚饭呢 想吃啥呀 啥好吃啥 有 我们再次用掌声 祝贺他们 太可爱了 重新团圆 走吧 咱们回家吧 下台能看到您姑爷了 走走 这边 谢谢苏东卫生 不谢不谢不谢 看脚下啊 好好过以后的生活 我们就高兴 谢谢大家 好好过 谢谢你们啊 都是应该做的 谢谢大家 姑爷 这对老夫妻终于找到了 他们思念已久的大女儿 分离三十多年 一转眼 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 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她带着父母回到了山东 二女儿也赶来 与阔别已久的姐姐团聚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其乐融融 相信 这个重新团圆的大家庭 一定会拥有幸福的生活 祝福他们